林志堅他其實致病不再真的搞去這個大新竹合併的辦公室 他真的一直都對於桃園蠢蠢欲鬥 那既然剛剛講到說內部民調不認為他落跑的話 那什麼時候開始做的啊 到底是對於我們的誰在做呢 是裝腳在接電話呢 還是一般市民有接到電話呢 還是根本沒有這份民調 如果真的有做的話 有多提前在做呢 林志堅還要在這個過程當中裝懵 也真的是考驗他的演技啊 那這個凱翰剛剛有提到 這裡面全部他講的話 還有一部分他也有提到嘛 他就提到說 什麼叫政治口水 落跑叫政治口水 空降叫政治口水 他把大新竹合併也改成叫做政治口水 幫自己來開脫啊 我覺得林志堅這句話好笑的是好笑在 你要把它 如果加起來的話就會發現有很多都很好笑 比如說內部民調不認為我落跑 這句話基本上就是一個幹話 因為落跑這件事情基本上就像剛剛小星講的 他是有一個客觀定義的 就是你的任期就是這個 從2018年的12月25號做到2022年12月25號 他是每個人的時間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沒有做嘛那基本上就是落跑 所以跟民調沒有關係 今天我今天 小星跟我說 小星問我說 你覺得我長得像不像林志玲啊 我就是迫於他的壓力 我就說好像好像好像 那也不代表他真的像啊 不對這個例子不對 你是不是 我是不是林志玲 然後我說你不是 你是你是你是 但是他就是不是啊 他是有個客觀事實在的 不跟隨任何人的主觀而變化的 所以呢他用內部民調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很莫名其妙 就像是前陣子 然後所謂英系放話說 如果陳時中不選台北市長 就代表我們承認防疫失敗 基本上防疫成功或失敗 他也應該有客觀數據 比如說染疫的人數啊 死亡人數啊 或是說對經濟造成的損失等等 這些是客觀的數據 他有客觀的評價標準 不是你個人認為說 我怎麼樣就怎麼樣 用純主觀的方式去評斷 那又不由得想到 最近也很紅的 政治阿甘林佳龍啊 他當年在2014年 剛選上台中市長說 最了不起的創舉 民調組織也最了不起的創舉 就是他當時呢 就是主張說要廢掉 胡志強時期的BRT 結果呢他就做了一個民調說 你認為BRT有沒有貪污 然後呢他做出了一個 大概六七成局的BRT有貪污 然後他就說BRT有貪污 這是開這個民調之先河 不會是祖師也啊 有沒有貪污 竟然是用民調來決定的 我覺得這件事也很屌 那就是民進黨一貫的手法 他們很會文宣 但不會做真正的事情 他們也很會用文宣的方式 扭曲一些真正的議題存在 那再來呢 那小心講大新竹合併 然後呢我覺得這好像是前陣子 我看到新竹市議會 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就是那個強姦二人組 這個是這個強力的強 林志堅的堅 這個強姦二人組那一場裡面 然後他們其實就提出了一個說法 就是說 哪有落跑 日本時期桃竹苗都是同一個州啊 有什麼落跑 那這樣講話你怎麼不去選苗栗啊 你去選苗栗縣長啊也可以啊 苗栗縣長更需要你啊 桃園還有其他人表態耶 對啊所以就是 鬼扯到一個階段了 然後呢我覺得今天 剛剛這個勳章說 小姓已經講走了 今天這場中午這場 這個林志堅去這個清淨綠營媒體專訪 他還就講到一個就是棒球場 新竹棒球場 過去這個兩位都國民黨不好意思啊 過去說這個最會亂蓋球場的首推朱立倫嘛 桃園清普棒球場就蓋了一個很爛的球場會西曬的 結果呢殊不知林志堅就是這個清出於藍啊好不好 這個蓋了一個更爛的棒球場 他蓋了犯了一些非常基礎的錯誤 他今天呢說7月22號新竹市的新棒球場就要開打 這是他的政績 結果呢從昨天之前就有很多的職棒總教練職棒球員 幹生一片啊 說怎麼會蓋出這麼外行的球場 有的具名有的不具名嘛 什麼呢比如說他的外野的牆啊蓋淺色的 差淺色的 這基本上是屬於一種智障級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施工方法怎麼說呢 台灣棒球是國球大家都理解嘛 你打擊者這樣看著投手的方向背後就是外野的圍牆 那棒球是什麼顏色白色的啊 所以如果一旦這個球投過來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會讓球融在那個淺色圍牆的背景當中 這基本上是一個ABC的概念 這是你要蓋球場的ABC 那個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啊 這是一個再來呢 再來呢他老兄把這個排水溝啊 蓋在明明就是他沒有任何的遮擋啊 他蓋在球場內然後沒有任何的遮擋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紅土草坪的邊緣啊 跟這個觀眾席的這個圍牆中間 就是一個這個明著的水溝啊 好像我們路邊的水溝一樣 你在路邊水溝可以這樣蓋啊 可是對於棒球員可以嗎 他們穿的是釘鞋 他們鞋子下面是鋼釘 是鋼釘 所以他們很有可能會在 比如說他界外的高飛球的時候 他可能腳上那個釘子啊 就插在水溝上面 這可能會造成骨折啊 什麼樣很嚴重的運動傷害 林世堅就蓋得出來啊 然後呢他好像一副就不知道自己蓋得有多爛的樣子 今天中午就開始把這個當政績 跟他講說7月22開打啦 新竹式的好朋友可以回來看棒球啦 我們很有可能活生生的 活生生的看到打擊者站在那邊 然後呢因為球消失了 然後被球砸到腦門 也很有可能看到他界界外球的時候 這個釘鞋插在這個水溝蓋張中 然後可能這個你知道 這個因為可能衝力往外 然後呢腳卻被釘住了 可能當場骨折 這都是林志堅的政績啊 所以我都覺得 我就覺得好不好 你們現在花了很大的力氣 在洗民音 在洗文宣 但是這些事情 不要當選民都是傻子 那我們自己也要對這些事情 要多關照啊 好 凱翔哥我要問一下 當然剛好講到高雄的這一戰 那其實蘋果這個民調也當然今天出來 其實蠻差異的就是 如果今天陳其邁跟柯貞參選高雄市長 請問你會投給誰 結果柯貞現在占是57.1% 反倒是陳其邁也是41.9% 現任者的陳其邁到底出了什麼樣的事 這份民調到底值不值得參考呢 當然完全不值得參考啊 這沒什麼好講 大家面對現實好不好 不要就是網路民調 大家投得開心就好啦 這個真的沒什麼值得參考的 我想回來先講一下 桃園市長的選擇 我覺得今天你們抓了這個圖啊 這個導播可以看看那個圖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 我覺得其實最關鍵的 就我們之前在張善政出現的時候 就提過這個問題 你現在可以看到他的總支持率 是29%對27% 然後林志堅稍微領先這個張善政 其實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因為林志堅他是落跑市長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其實不管你知不支持 你心中都會知道這件事情 但結果 這個林志堅還是領先 那所以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另外一個分項調查交叉分析當中顯示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也提過的 在20到39歲 40歲以下這個區間 林志堅是大贏張善政11% 他其實就是決定了這個關鍵 就是這個民調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這個年長者一些長輩 還是比較支持張善政 但是年輕人這個11%的鴻溝 你說大是很大沒錯啦 這個問題是在於說 林志堅這些問題 他其實不是不能被檢視的 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出了一個落跑市長這個問題 然後他現在又有很多幹話 那個幹話都可以做成迷因的 你可以用迷因去反擊他 然後再來他實際上的政績 就我們剛剛講的 你把你用蓋公園的方式 蓋上癮拿去蓋球場 就會發生這麼250的事情發生 所以這些事情 他都可以一一被檢視的 問題是張善政人呢 張善政人呢 不曉得啊 然後他本人不見了 然後他下面看起來 也沒有什麼戰鬥的團隊 是誰在負責要領導這個空戰呢 他有沒有發言人 在帶領這個空戰呢 或是他本人 本人可能他可能要跑很多行程 那他的臉書是不是要 要吹起一些反攻的號角 或是說哪個議題是他在鎖定的呢 其實不見了耶 就不見啦 然後其實據我了解說 其實在這段時間很多媒體 也在約張善政院長專訪 但其實都被他身邊的人全部擋掉 說他現在正在進行一個整整合的工作 所以他現在沒有辦法出來跟大家面對 那所以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就是 就剛剛巧欣講的 林志堅他現在做的就是一個形象工程 他全力的去洗 黑的他就拼命的講 講一千次 也許搞不好就有些人相信他是白的 他就是在做這樣的形象工程 那同一時間張善政就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警訓 你想要去做一些政策研究 你想要去做一些議題的 你想要去做一些組織的整合 我覺得都OK 可是你不能就是 埋著頭在沙子裡面做 就是你就不見人影 我不曉得你在幹嘛 這樣子的話你這個趨勢 29到27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差距 他基本在誤差範圍之內 你說五五波是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說法 但是你要看他下一次民調的時候 你們兩個之間的曲線是會拉開 還是會交叉 其實這很關鍵耶 這個會直接影響到探好度 因為你現在看好度你也輸 探好度是29對21 認為綠營當選機率比較高的人比較多 如果一旦這個螺旋形成的話 你就拉不回來了 別忘了有一個致命的數字 對國民黨對張善政院長來說 就是鄭文燦在桃園的滿意度是72% 如果林志堅的組織票 如果他的路戰是鄭文燦在跑 國民黨可以洗洗碎啦 如果鄭文燦真的全心全意的幫林志堅拉抬 那國民黨真的洗洗碎 所以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嚴重 你在跟時間賽跑不要開玩笑 然後其次呢 林志堅的策略是正確的 我們剛剛在笑他那個 落跑式勳章在同樣一篇專訪當中 他這對落跑市長這個議題 他在做什麼 他下一段講的是說 民眾黨批評我落跑市長 民眾黨批評我落跑市長 他沒有教你國民黨啊 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各位你看那個29比27的數字 只差2% 賴香菱雖然看起來對選戰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他是5% 他是5%啊 所以林志堅為什麼完全不提國民黨去打賴香菱 他要把賴香菱打上來啊 他要激化民眾黨的支持者啊 他要提高賴香菱的存在感 如果賴香菱不是5% 如果賴香菱是5%的時候 林志堅跟張善政五五波 如果賴香菱到10%的時候呢 他會從哪裡搶到票呢 很有可能就是張善政啊 因為桃園的選局跟台北市有點不太一樣 台北市的第四民調的交差分析當中 藍跟白之間的重疊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搞清楚啊 沒有開玩笑的空間 也沒有給你浪費的時間 民進黨現在已經開始 啟動這個機器的剛講的迷音 鄭文燦的地方的整合 然後林志堅他的言談跟他的這個 這個文宣的操作 都已經在舊戰鬥位置開始做了 我們現在還可以把他當笑話講 等到這個風捲起來的時候 你這樣要舊都來不及了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喔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